大家好,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《百米清水》。 亲爱的观众,收听今天的分享,别管亲戚感情多好,别随意谈论。 三是,这是远见,语言是一把双刃剑,能传递温暖,也能让人受到伤害。 赞美的话可以脱口而出,但伤人的话要三思而行,尤其是在与亲戚交往的时候。 什么话,该说,要把握好尺度。 虽说亲戚之间血脉相连,但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 即便是关系在亲近,随口无心的一句话也有可能伤了感情。 许多亲戚之间的矛盾都会在一张嘴上。 苏格拉底说,人有两耳,双目,只有一蛇,因此应多听,多看,少说。 心坏无人知,嘴坏大利害。 与亲戚交往,也需要学会管住自己的嘴。 生活中,或从口出的事情不在少数,亲人之间更要避免惹是生非。 要想亲戚之间的关系和谐,别随意谈论以下三事,这是远见。 别谈论任何亲戚家的家事,别事后议论,管住嘴,是做人的基本修养。 与亲戚相处。 别谈论亲家的家事,不要再事后议论,因为很容易破坏亲戚的名誉,很容易令他陷入难堪的境地。 格言连毙中说,静坐长思几过,闲谈莫论人非。 亲戚是一家人,家事就得关起门来自己解决,在外嚼舌根会让事情变得复杂化。 毕竟这时间没有不透风的墙。 在外随意谈论亲戚家的家事,不仅毫无意义,反而会惹祸上身。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也许在你看来很严重的事,亲戚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。 有些事,你觉得无足轻重,在外面议论,可是亲戚却觉得你不知分寸,坏了他家的事。 所以,不管与亲戚家的关系多好,都不要谈论任何亲戚家的家事,尤其是事后议论。 亲戚之间,隔阂一旦形成,花再多精力去修补,都无法回到从前。 亲情淡漠,自己的口碑也随之变差了,得不偿失。 不要谈论自家有多少钱,别炫耀财富,人生路上,任何时候,不要炫耀财富,不要随意炫耀自己有多少钱。 财富上的成功,常常会被人认为是一件值得炫耀骄傲的事情。 但,有句话说得好,才不外露。 对于比自己有钱的人来说,炫富看起来反而很可笑,而比自己穷的人会反感你的行为。 容易心生嫉妒,炫耀自己有钱,其实很容易给自己惹是非。 亲戚之间也很容易产生,攀比过分炫耀自己多有钱,只会让亲戚感觉不舒服,甚至觉得你看不起他。 对于依赖心理强的亲戚,听到你有钱,他可能再遇到一丁点的困难,就会张口找你借钱。 所以,与亲戚之间相处,不要谈论自家有多少钱,别炫耀财富。 在低调中过好自己的日子,努力奋斗,创造更多的财富,守住自己的钱。 不与亲戚攀比,也不随意炫耀自己的财富。 钱,自己够用就行了。 别谈及亲戚家的隐私和伤心事,人都是有好奇心理的,与人相处时,总是想要窥探秘密。 在这个世界上,真正能守住秘密的人很少。 亲戚是家人,任何时候别谈及亲戚家的隐私和伤心事,把那颗好奇的心收收好,做个懂分寸的人。 人生路上,不管是谁,都会经历一些坎坷。 谁的内心深处,没有一块伤痕累累的地方。 与亲戚相处,不要往人伤口上撒盐,不要随意谈及亲戚家的隐私和伤心事。 有时,一句无心的话,可能会伤害到亲戚的心。 痛苦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,你无法理解一句简单的话对他们的伤害。 有多大,学会管住自己的嘴,有份寸的说话,是人与人之间交往,是必备的交际技能。 即便亲戚之间关系亲近,如若,他不主动提及,不要打探,不要随意打听。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 学会尊重亲戚,不打听他人不想说的事,不触及亲戚的伤心事,能让彼此更好地相处。 人在这世间活着,亲情很珍贵,请用心经营亲情。 人与人之间,任何一种稳定和谐的关系,都需要双向奔赴,一起用心经营感情。 而经营感情最好的方式,就是保持分寸感,不违背自己的良心,不挑战他人的底线。 恰当的社交距离,能让人与人之间更好地来往。 亲戚之间,不要说闲话,不要炫富。 平平淡淡就,简单真诚,才能让亲情更好地发展。 管不住自己的嘴,会打破人际交往中的平衡。 不管是无心之举,还是有意为之,都会轻易改变双方的关系。 亲戚是与自己最亲近的人,亲情很珍贵,不要随意消耗。 用心经营亲情,相互尊重,相互理解,时间会为你创造一个舒适幸福的人生。